好 带您看校园里头怎么会出现有学生公然在教室里播放限制级的影片 原来有学生呢 他是用手机拍下了 铺上在网络这影片里头就看到 很多人其实正是在睡午觉 但是有人居然带了限制级影片 趁着午休时间在教室里播放 我喜欢拍 都拍我啊 无休终身才刚想起 一群男同学就起哄 要看影片 只见一群男同学互相调侃 原来同学看的内容是限制级影片 虽然没有声音 不过仔细看场景就在教室里 同学带来的限制级影片 利用校内的教学电视公然播送 而班上的同学有不少人正在午休 但也有人起哄加入观看 快快快 快转快转 一旁有同学不断喊着要求快转 甚至还有五岁到一半被吵醒的同学 加入欣赏的人越来越多 简直把教室当成电影院 更有人在底下窃窃私语讨论起来 抓包来 抓包来 抓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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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越看越起劲 影片还过于入骨 鞋脉膨胀的男同学更上前比出猥亵的动作 在校园里 学生公然播放限制级影片 却没有人制止 全部的校园顿时成了情色教学地 终于新闻杨立强称入 特别播导